綠燈才剛起步 左側對向車道 衝出一台白色小貨車 一路逆向 先閃過了黑色轎車 接著重心不穩失控 揪失度一翻倒在路中央 怎麼撞那麼大力 但是最壯 驚險萬分 後方校車急踩剎車 才沒造成追撞 救護車抵達現場 路旁藍色小轎車 被撞到幾乎車體全毀 而造勢的白色貨車 側翻路中央 駕駛在車內動彈不得 破壞車體將人救出 47歲愚新駕駛 捉大腿骨折 而事發現場 一共7台汽機車受到波及 一步停在路旁的機車騎士 差一點嚇到魂都飛了 我摩托車停在旁邊 然後我走去旁邊 跟老師講話 回來的時候 我車就被撞爛了 好不然我也死了啦 警方調查造勢駕駛 舊測值為0 下午4點接近下課時間 貨車行進彰化田中中南路 剛好遇到下坡路段 疑似煞車失靈 貨車失控一路往前撞 殺也殺不住 先撞機車 又撞對向車輛 一共7台汽機車被撥擊 還有轎車乘客過度驚嚇暈倒 而是發現場靠近學校接近下課時間 幸好同學們還沒出校門 只有校車後照鏡被撞壞 沒有造成更嚴重傷亡 金城摩輝 彰化報導 雖然不及道 今天議員 withdraw